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八道无罪 我是Pioli 大家好我是Mami 我是彤彤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记得 订阅、分享、分享、开小铃铛 好那我们到 外面市售的甜品呢 它的糖分其实都蛮高的 其实糖吃多的 对家人对小朋友来说的话 身体其实不是很好的 而且会容易生病 对没错 所以医生常常叮嘱我们 尽可能不要让他吃太多的 有糖分的甜点或者是糖果 在体质上来说的话呢 更容易就是会有过敏的现象会出现 像彤彤就是反映在鼻子上面 今天呢 妈妈要来制作一个甜点 它是水果奶酪 甜点的制作过程当中呢 妈妈完全不加糖 妈妈不加糖 好吃吗 相信我 因为妈妈有一个秘密武器 今天我们所准备的材料会有哪一些 那我们Go 好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呢 就在这里 彤彤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妈妈今天准备的什么材料 好 第一个 吉利丁 牛奶 好吃的蓝莓 一 咱们都期待七个 哈哈哈哈 这个是妈妈准备的秘密武器 就是Herbalife的营养蛋白粉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草莓口味 我们要用这款营养蛋白粉来制作奶酪 那我们Go 首先我们要先将牛奶给加热 先用小火呢将牛奶慢慢的温热 接下来呢加入了10克的吉利丁 我们今天要特别用这个产品来做奶酪 补充到它的钙子铁还有它的蛋白质 这样子来帮助小朋友成长 然后跟增加抵抗力 希望它的营养素都能够保留在里面 所以如果一旦热瘤浪一冲泡下去之后 养分全部破坏掉 那这样就没有意义在了 最好呢可以让它温度降到大约45以下 现在温度降低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混这个蛋白粉 我们将牛奶倒进去 接下来呢要倒一汤匙的奶昔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加一点蓝莓的味道在里面 蓝莓 如果你喜欢蓝莓的味道 你可以加多一点 分量就随意 那我们把盖子盖下来 用慢速去打汤 分分的紫色 嗯 我们加入了蓝莓 所以呢 有草莓又有蓝莓的味道在里面 嗯 好香哦 而且味道闻起来也是甜甜的 今天妈妈准备了一个玻璃容器 然后呢 我们今天要做双层的 下面的话它是奶酪 上面的话呢 我会加上水果跟透明的果冻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先将奶酪倒进去 那我们先把它送进冰箱里面做冷藏 冷藏的时间呢 大约约莫要抓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奶酪呢 在冷冻的过程当中呢 那我们先将奇异果给切片 切好 好 那我们奇异果先把它切片切好了 那我们先把它冷藏备用 好 好我们先把300cc的水呢 先倒入锅子里面去煮10克的火冻粉 那把它放进去 开始搅拌 我们将冷藏好的奶酪已经制作完成 那我们接下来呢 开始来排水果 果冻液的话 要稍微让它冷却一下下哦 好 那我们就把它缓缓的倒入 哦 好透明 好像海底时间 嗯 嗯 来 那我们再多放一些进去 看 上面我们放那个果冻液进去的时候 它就整个呈现一个双层的状态 嗯 好 这就是我们完成的水果奶酪 这是低卡低热量 而且妈妈完全没有加任何的糖哦 现在就是我们的 试吃时间 好 来 试试看 倒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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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挖太大口了 那么贪心 哈哈 来 给你好吃 嗯 嗯 好吃 妈妈 真的没加糖真的很好吃 真的哦 嗯 所以今天这个甜点 成功 成功 哇哦 好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会喜欢 请记得订阅 分享 按赞好 开小铃铛 好 身为妈咪的我 就是要带着你们霸道的顽皮下去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